將這些罷課或佔中的行為有關 他們批評是一個政治的打壓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任何人去做出的行為 都要是自己要承擔責任的 在香港這個依法辦事的地方 任何人如果犯了法 他應該想想承擔的後果和責任 警方在處理這些活動 他要進行的搜證工作需要時間 搜證工作完畢之後 就會將案件交給律政司 取得法律意見之後 就會採取商業的行動 在拘捕檢控裏面 考慮的都是證據充不充分 法律的條文以及檢控的原則 所以我在這裏強調 任何人如果犯法 他需要在犯法之前 考慮得很清楚 他必須承擔法律的責任 市長有沒有關係 和局方的部署現在是怎樣 剛才我都講得很清楚 剛才我講得很清楚 在調查採取行動 或者檢控裏面所考慮的 都是有沒有足夠的證據 是不會有政治考慮的 任何人作出任何表達 言論意見時候 所作出的行為 必須是守法和平 和有秩序地進行 他們所做的事 必須在做之前 考慮一下有沒有犯法 也都要知道 一定要承擔法後果的 對於佔中裏面所有的部署 警方是做了充分的準備 有不同的方案 也都有不同的訓練 包括在裝備方面 戰術方面 都做了充分的準備 我對於他們在這方面 處理大型群眾事件裏面的能力 是充滿信心的 民主的人士 其實部分都踢足 然後在時間上很巧合 還有 會不會都叫幫點中 規格性的一個事件 任何調查工作 都是按程序進行的 事件在6月發生 警方是要經過一個程序搜證 包括看很多照片錄影帶 以及跟相關人士錄取後果 亦都要作出必須的認人手續 所以是有時間方面需要的 當搜證完畢 亦都將案件交給律政司 律政司看過之後 在符合證據方面的要求 和檢控的政策之後 給了意見 警方跟著就是採取行動 亦都因此落案 檢控了有關的人士 如果起了一個阻嚇的樓盤 你怎麼來這樣 今次那個規格 就是給了一個禁止 或者阻嚇了上三、五、五小時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任何人在做任何行為的時候 在他做這些行為之前 都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符合香港法律 如果是犯法的 他必須要考慮承擔法律後果 亦都要知道 他必須會承擔這個後果 這個自己個人去決定 另外學聯這下個禮拜 就回集會 但是警方就批了不返的通知書 就批了三天 那最後那天的記憶 就是狂批的 那其實是否有機會 阻止了整個爆發活動 可以完成的進行 警方對任何向他們通知 舉行的集會或者遊行 都是按既定程序 以及公安條例裏面的法例 所要求而去處理的 這次的事件和上次或者以前 所舉辦的集會和遊行示委 都一樣 是根據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以及顧及他人權利 以及自由之下考慮的 那麼警方在這方面的決定 我相信他們是考慮了所有情況 是根據法律和專業性 專業的判斷的 是否十一有傳佔中日子 因為上次7月2日 警方清場都清晨都未清完 其實今次警方會不會清場 或者是部署上有甚麼特別呢 會不會有相應行動 上次的行動之後 警方的確是作出了很充分的總結 那麼在總結裏面呢 亦都有一些新的考慮 那麼在細節方面呢 我是不會透露的 但是可以說呢 從預案準備 人手以及戰術方面呢 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以及充分的部署的了 多謝你們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